时间把它整理整理 这个页面可能会再做一些整理 因为我最近大概又上了蛮多学校的 像原培啦 中部已经到那个领东 还有像最近我们台北内湖那个德明 还有我们这边也有上一些 另外还有其他地方 业界的课程也都会慢慢放在这上面分享 我想我的东西基本上应该在网络上算多的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 除了在这个关键字 Android教学 Google里面之外 你可以找那个YouTube里面的Android教学 那基本上这个关键字里面呢 大部分也都是我的 大部分 大概我看一半都是我分享出来的 另外还有什么 如果你找那个关键字 甚至你找那个Android什么 加一个证照 那证照教学的话那更多 因为基本上Android的证照 证照这一类的教学呢 几乎都是我在分享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我之前看到 几乎这个关键字几乎被我洗版了 所以洗版就是说你可以发现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这不是 这个有我的 这有我的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 这是大陆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有一半以上都是我提供的 后面也都是一样 几乎这些都我的 所以也就是你如果查那个Android教学 我大概排 现在排第四个 然后呢 现在Android证照教学这个keyword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我的 那如果你查YouTube的这个关键字的话 那更多 几乎全部都是我的 因为目前我发现在YouTube上面有分享影片的话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 全部都我的 所以 这部分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把研究学好的话 那我 我这个部分的话是 经验算是丰富了 那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在这上面找一些资源 那这些目前完全都免费让大家使用 就是说如果你想把它学好的话 OK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地图部分 这个也是一样 这里面有一些教学 画面上面都有 所以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怎么做 逐一 那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先检查一下 你的版本 另外的话 请各位在模拟器里面呢 也建立一个新的APIS的一个 这个模拟器 那等一下细节部分我们再来看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